截止至2018年12月,汽车产业占加定缺和浪产业 上西大中十五颗新能源汽车工厂在加定开工 总统总统总理科尔在上海亲自为上海大陆 习近平在上海嘉宁考察时降调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利用之力 有一座城 因车而鸣 因车而兴 它是新中国汽车工业高速发展的起点 也是与传统造车强国交流的窗口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 从一无所有到与世界比肩 一切正在这片土地发生 1984年 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有限公司在安庭成立 嘉定牢牢抓住这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轿车企业 落户的历史性机遇 主动融入和服务各项配套建设 推动汽车产业发展 35年来 上级大众 扎根嘉定不仅实现了自身滚动式的发展 也带动上下游产业量壮大 形成了具有国际水准的零部件生产体系 如今 嘉定已经成为中国汽车产业规模最大 产业量最完善 产业急剧最凸显的地区 如果我们看过历史上 我们在产业从1995年 我们肯定从一家厨在产业 到今天 通过全中国 我们有17家装装 我们有三个工厅 一位最大的工厅 是在产业 我们的商业 企业在中国的工厅 那是我们继续的工厅 我们的工厅 我们的工厅 最终如何是我们毕竞的计划 我们永远要求更新的地区 地区 为我们的工厅 要求我们 disaster 我们有成功的工厅 工厅 工厅 我们要求面对 我们的方法 维加丁本身有着非常良好的汽车工业基础和营商环境 这不仅仅包括整车也包括了零部件 这给沃尔沃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那这些年来沃尔沃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发展 也是一个非常良好的证明 几十年的发展 上海加定积累了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和完整的产业链 同时通过推动资本资源人才等要素 将汽车创新活动和产业升级集聚 加定区内各类公共服务平台被最大程度发挥作用 让企业充分利用公共服务平台资源 降低前期成本减少周边协调 缩短产业配套时间 加大信息互通 大幅优化营商环境 为适应电动化 智能化 网联化 共享化的发展趋势 加定把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作为重点发展领域 实现了在某些领域从跟跑到赶超的飞跃 我们是整个创新港第一家搬进来的公司 在过去几年 这个加定和安亭整个围绕着智能电动汽车产业链的创业公司 包括很多大的公司把他们的研发机构都设在着 那应该说是越来越欣欣向荣 我们也非常高兴 未来是其中的一份子 加定 has developed very well there's been many opportunities not only to test and develop our existing products but also in regards to the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and autonomous driving where we actually get free licenses and also testing facilities several customers are nearby suppliers and other startups are located in the AutoCity Innovation Park and the infrastructure is growing up 在明镜与市场上 Glorona ック胜业的新野炎 超知识的基本 by bwd6 对于他们来说 这里是实现梦想的地方 也是他们的家 家定不断地把行业精英人才聚集在一起 打造未来的移动出行 扎实的产业基础 技术门类最齐全的研发环境 激发创新 突破技术壁垒 以令汽车产业智能化发展 这里的共享生态 让家定成为了太平洋彼岸的又一个硅谷 working in Jarding is very very exciting because Jarding in this area is the mall town of China here many cars are designed and built and to be a part of the team to work in Jarding to design a new car for Chinese people is very exciting Jarding is a very modern suburb it has all of the amenities here that make it very comfortable and to live and to work and it has a very European feel to it and many companies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ave chosen to have their headquarters around here so it's possible to say that this area is maybe the capital of automotive in China Jarding is a very modern suburb 也是通往明日汽车的时空隧道 汽车的前端研发和后端汽车文化 在这个有机的生态里交流碰撞 发出了创新和未来的最强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